大家晚安 我是咖大 現在要來分享解鎖咖啡廳的方式 首先要將遊戲更新到2.0版本 更新完成之後進入遊戲 前往博物館跟附達對話 直接前往就好了 他會委託你講 要尋找鴿子老闆的尋人啟示任務 如果你沒有觸發尋人啟示的任務 有可能是玩家沒有完成啟動的條件 有三件基本的條件 才能夠促成這個尋人啟示任務哦 第一個條件就是需要你的博物館 已經有啟用美術館的區域了 第二個條件 要玩家的博物館有捐贈到 潛水才能夠捕捉到的一些海洋生物 對 就是你要穿上潛水衣下去潛水那些生物 最後一個條件就是要島嶼有三星以上的評價 完成上述的三個條件 就能夠觸發尋人啟示的任務囉 接下任務之後要去甲板尋找航評對話 支付禮數之後 他會帶玩家去外島 到了外島之後 找找看 就會在外島找到正在旅遊的鴿子老闆了 跟他對話轉達富達的委託 就算完成尋找鴿子老闆的任務囉 接下來去找航評讓他帶你回家 去博物館找富達回報任務狀況 富達就會告訴你後天就能夠開幕 咖啡廳的事情了 等待了兩天 咖啡廳就會正式的開幕囉 開幕的當天 要記得去服務處找離客 準備開幕的典禮 慶祝這一次咖啡廳的開幕 好啦 解鎖咖啡廳的流程大概就是這樣子了 不曉得也沒有幫助到 不知道怎麼解鎖咖啡廳的玩家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如果你喜歡卡達製作的動森影片 可以在底下按個喜歡 給我力量哦 那我們下次再見了 掰掰 またね